大家好,很久没有揉面包了 今天分享一个特别简单的脆皮椰绒面包 特别松软还拉丝 表皮是一层脆脆的松绒 里面是用鸡蛋和牛奶做的面 浓浓的奶香 一吃就停不下来,可好吃了 350克高筋面粉 3.5克酵母 2克盐 40克白糖 混合卷 搅拌 再加入一个鸡蛋 200克牛奶 一边加一边搅拌 因为水分比较大 直接就可以搅成一个面团 做面包的面团一定要非常软 这样做出来面包才软 取出来放在面板上开始揉搓 揉搓两分钟就会发现特别沾手 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加干粉 继续耐心的揉就行 关于揉手套膜之前视频介绍过 这个视频就不再啰嗦了 之前有评论说这样揉面非常累 还不如买着吃算了 10分钟以后就可以拉出这样的膜 加30克黄油继续揉 其实对于爱好做美食的人来说 更享受的是其中的过程 所以这20分钟的揉面一点都不觉得累 在揉面的时候可以听听音乐 放一个喜欢看的电视剧 这样2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黄油和面完全融合 这个时候拉开看一看 这样很薄的手套膜 面就揉好了 当然如果你真的不想揉面 又想吃自己做的可以用厨师机 把面团整理成圆形 放在容器里盖上保鲜膜 密封发酵至两倍大 我用烤箱发酵功能 40度发酵的60分钟 面团好了 取出来放在面板上 不要去揉它 用手可以这样按压整理一下 直接把它分成12个大小均匀的面块 我的烤盘刚好是烤12个 如果是大一点的烤盘可以分16个 再把每个小面团整理成圆形 像这样面板上滚一滚 依次把12个全部都做好 摆在盘中 注意中间缝隙要大一些 盖上保鲜膜 二次发酵至两倍大 现在来做椰蓉酱 30克黄油隔水融化 用温波炉加热也可以 倒容器里加30克玉米油 10克糖粉 一个鸡蛋 30克椰蓉 搅拌 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 这样很香的椰蓉酱就做好了 装进裱花袋里备用 这个时候面包生皮已经发酵好了 再把椰蓉酱挤在上面一层 再挤椰蓉酱的时候就可以去预热烤箱 全部挤好以后放到烤箱里 上下150度烤25分钟 这是烤10分钟之后的样子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 如果表面上色 要及时盖上锡纸 避免上色过重 脆皮面包就烤好了 烤的时候满污飘香 里面非常松软 还有拉丝 外皮脆 椰蓉的香味和奶香味十分浓郁 看一看是不是特别松软 喜欢的话就点个赞吧 请关注我 我们明天见 你也可以做给家人